我強烈地譴責廖峰 是令到立法會我不受 各位我剛剛是職席了 經濟事務委員會的一個公記 我是拿著一張劉耀波和劉駱的照片 作為發言樂員的幫助 誰知道在門口被我們的舊火 就是我以前那幾個部份就說不行 要請示這場光 大不大一張紙 結果我是被他沒收了這一張一模一樣的東西 我現在那張是被人扣留了一下 今天是講這個政治権利及公民権利公約實施情況 我覺得非常好事 一張紙 為甚麼不行 這個已經講明了 香港今天發生的 我三分鐘的發言 以劉耀哥和劉駱做例去講明 香港實行這個所謂政治権利 公民権利公約的狀況有一個問題 我做議員又可以這樣做 為甚麼我不是議員的時候 我是一個奔客 是不是 奔客 是香港社會的主人 是選這幫立法會議員的人 在一個完全不可能造成任何人命財產的情況下 是打一張紙進去的 是吧 我請你去吃飯 我是不會每個奔客 不准穿這件衣服 不准穿這件衣服 除非有理論 除非有商人 或者有秘密的可能 這些商事怎麼有 誰可以商人 所以我真的有點憤怒 所以我現在才明白為甚麼 他們要趕我出立法會 因為 如果我是立法會議員 我就會帶下去 就是留下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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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可以施人威 是吧 我真的不明白一張紙 有兩個人 誰會害怕的